周星驰早期作品里最为重要的一部作品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周星驰就是通过这部电影 从演员开始逐渐转变成导演的 那个时候巩俐在大陆刚走后没多久 是张一某将她一手捧红 于是就收到了香港周星驰的邀请 巩俐到香港其实并没有多放得开 比如四个姑娘被打那里 巩俐都不愿意扮丑 于是找了替身 大家注意看 这里盯着巩俐看的就是导演李丽驰 周星驰从出道以来 身边从来不缺美女 特别是在电影里 其实大家平心而论 虽然巩俐是主角 可是在这里面的这四个姑娘 巩俐真的是最美的吗 包括里面故意扮丑的石榴姐 其实也是不丑的 院穷丹早期出道 却是没改善好事后 里面的造型 特别是画夫人那个头发也是绝了 周星驰的电影 总是充满了铁马行空的想象 比如这里将一整个人 作画的情节也真是绝了 不过拍起来